佛光山是佛门圣地 原本应该是六根清净 不能抽烟也不能够吃槟榔的 不过这一次的水灾 佛光山收容了有1200位的灾民 而且当中九成都是原住民 佛光山他也特别破例了 允许灾民在院区里面有专门的区域 就是可以抽烟吃槟榔 让灾民都觉得非常感谢佛家 大开方便之门 几张小板凳三五个 素不相识的原住民受灾户 聚在一起吃槟榔抽烟好开心 但仔细瞧这里可是佛门圣地佛光山也 原本亲信的佛门圣地 是不可以抽烟还有吃槟榔的 不过由于佛光山这边 收容非常多的原住民朋友 所以这次佛光山也特别 破例的设立这样子的专区 吸烟的专区甚至于有吃槟榔 要吐槟榔的一个专区 完全都符合他们需要 让他们有一种感觉到 自家的感觉 所以说这是佛光山第一次吗 第一次接受到这么样子的一个 对对对 佛光山的心意 原住民朋友就甘心 佛门都没有在抽 他们为你们破例 第一次破例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很感谢 我们是感谢他 只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怎么说 因为他们都不在抽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佛光山体恤原住民的生活习惯 大开方便之门 虽然破了界 但反而更让人感受到 佛家人的背贴敏人 今天是梁嘉文 李红杰 丁嘉远 高雄 采访报道